神兽技能 诸天神光 第三个武将行动结束时 攻击雇方全体 造成1379%的神兽伤害 附带敌方最大生命值10%的额外伤害 75%概率使目标进入迟缓状态 持续两回合 并使敌方攻击力最高一人 即随机两人进入审判状态 持续一回合 同时回复我方前排946%的生命值 超出生命上限的治疗 将以120%的比例转化为护盾 使我方全体进入化剑和祥瑞状态 持续三回合 并提高我方全体35%的攻击 防御 伤害加成 伤害减免 持续三回合 持缓 攻击无法暴击且必定被格挡 化剑 不可清除 该效果持续期间 每次受到治疗或护盾时 额外降120%的治疗量 和护盾量特化为伤害储存起来 最多不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的40% 使自己下次行动时 将存储伤害的140%附加在本次攻击中 并清空储存的伤害 审判 无法行动并减少15%防御 祥瑞 免疫简易 生效两次后结束 护佑技能 观照万象 开场时 使我方攻击力最高三人 进入不可清除的洞悉状态 持续三回合 并使其首回合受到的伤害 降低65% 同时提高我方全体30%的格挡率和格挡强度 提高我方前排40%的无视防御 持续两回合 洞悉 提高自身60%命中率 自身释放的所有增减异效果 变为不可清除 包括携带的神兵级战法 无视暂避和抵御 任意攻击时 有60%概率 使雇方随机一人进入审判状态 持续一回合 审判 无法行动并减少15%防御 减评 白泽 英龙的正统程序者 单图剑 很强的紫禁神兽 神兽技能有75%概率 使目标进入迟缓状态两回合 由于白泽的攻击模式是全体 因此所有敌人都有机会陷入迟缓状态 七星75%概率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推测打6个应该会中3个 中了迟缓的武将 攻击无法暴击 且必定被格挡 这就相等于伤害减半的效果 这个技能影响挺大 中了迟缓的武将 必杀将不再有威胁 因此主力输出势必将移到前排 趁白泽出手前 赶紧把必杀放了才是上策 白泽出手后还将使攻击力最高一人 即随机两人进入审判状态一回合 进入审判状态的武将防御 会减少15%并且无法行动 后排武将将有机会因为审判 而错过第一回合的攻击 治疗转化为护盾 使我方全体进入化剑和祥瑞状态 持续三回合 化剑效果一般影响应该不大 祥瑞能让我方免疫简易两次 目前的版本 控制好像也会算成简易 如果这是正确的 那么先手将掌握很大的优势 先发动白泽的一方会先获得祥瑞效果 有了祥瑞就能抵抗迟缓和审判等简易状态 提高我方全体35%的攻击 防御 伤害加成 伤害减免 持续三回合 这个基本上就是英龙技能的加强版 提高的百分比维持不变 但回合数却多增加了一回合 护佑技能 开场让攻击最高的三人 进入不可清除的洞悉状态 并使其首回合受到的伤害 降低65% 洞悉能提高60%命中率 这样即使瞎子也能轻易打中敌人 所释放的所有增减液 也会变成无法清除 这个效果无视赞必 还能有60%概率 使对方进入审判状态 无法行动 这技能实在没话说了 功能十分强大 命中 减伤 控制都有 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可能会是赵云 减伤65% 可以让赵云在前两回合 维持一个高度伤害减免的状态 七进七出的多次攻击能增加审判的触发概率 如果控制效果也被归类于减液状态 那么赵云打出的审判和眩晕都会变得不可清除 虽然现在能清除不可清除的技能还蛮多的 白泽也将彻底的改变玩家摆阵的方式 将攻击最高的三人摆在前排 或许会是将来一成不变的阵型 提高我方全体30%的格挡率和格挡强度 这个技能基本对应了迟缓 大大的减低中了迟缓的武将能对我方造成的伤害 提高我方前排40%的无视防御 又是一个告诉你要将输出放到前排的技能 总结这是一支很强 但技能又充满各种矛盾的神兽 他同时增加了攻击和防御端 如果对手有 你却没有 那么前两回合你将会过得非常痛苦 白泽唯一的缺点就是 他没有一个能维持至全场的技能 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询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